youtuber雷拉上个月顺利产下第二台儿子汤宝 日前她在社群发文透露自己刚离开月子中心不久 而汤宝因为不适应环境突然变化 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需要五十五刻让她抱着安抚 却还是睡得很不安稳 所以这几天一直忙着照顾孩子 劳工汤宇也因为熬夜照顾宝宝 导致睡眠不足 深刻体会到了带娃的坚信 不过雷拉因为工作繁多 无奈之下只好将儿子送到保姆家一段时间 她表示自己舍不得和孩子分开 回到家后差点忍不住泪崩 反观老公则开心直呼 自己终于可以放松了 让雷拉无奈地表示 这或许就是父母间的差别吧 她坦言自己要事带着孩子 根本就没办法专心工作 现在终于亲身体会到 全职妈妈有多伟大了 因此接下来要赶快解决工作 希望假期的时候能把孩子接回家 别忘了 咱们 身体会准备 任何人 岛 身体会准备 使用 获洁 身体会准备 团